以上,就是本次天穷市南区崩坏能监测装置的巡查记录,不灭之刃小队毕竟女武神,苏莎娜,汇报完毕。 嗯,明明一个错别字都没有啊,我都改了这么多次了,为什么还是不合格呢? 还没改完呀 嗯,是啊 所以,巡查报告究竟要怎么写吗?完全想不通,竟只比执行任务还难 也许是格式不规范,或者是字数太多,像小说 可是,如果删掉这段不是很可惜吗? 这段也不能删,还有这段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回忆,我就是想把它们记载在这里,就算过了十年,二十年,也不会被遗忘 那你的报告可永远合格不了了 哦,对了,相机里的照片我帮你洗出来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些? 你来看看,我就 falsch了 那个,我哦,但是我去卡都使用了 我以后觉得没有替你不错 那我赶紧了 我勿令这些な 有一点ุ切有 better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为什么我总是会这样啊 怎么突然露出一脸苦恼的表情 好啦 不管怎么说 比起以前统计阅读数据时 做完了整年份的 搞错会议室 而且看完会才发现 上传文件时 放到了别人的文件夹里 现在的你已经成长很多了 喂 那些丢脸的事情 就不用再提了吧 不逗你了 差点忘了证实 你之前提交的 够知更多崩坏能监测装置申请 已经通过了 诶 这么快 主教大人很忠实这件事呢 而且 我听小道消息说 天命和逆伤 展开了一个合作项目 说是要利用逆伤的技术 着手扩建崩坏防御网 这可是一汪想都不敢想的呢 哇 那可太好了 这下店长他们终于可以安心了 你怎么突然躺到床上去了 哦 稍微休息一下 刚才执行任务时 不小心从台子上摔下来 脚好像挺伤了 我 听起来就很疼 别管我啦 也算是因获得福吧 刚好能逃掉晚上的训练 让我跟着幽兰戴尔大人的模拟数据 训练十次 我可吃不香 不行不行 必须要尽快治疗才行 苏商大人给了我一瓶 治疊打损伤的药膏 很灵的 要不要试试 好吧 既然你这么坚持 看来今晚的魔鬼训练 我是逃不掉了 不要总想着偷懒嘛 训练也有训练的好处呀 是是是 毕竟那可是你尊敬的 幽兰戴尔大人的数据 哦 对了 苏莎娜 嗯 你说 像我们这样的 真的适合做女武神吗 笨手笨脚的 又是怕疼 又是怕鬼怕老鼠的 总感觉一直在拖大家的后腿 这个嘛 我记得苏莎娜的家族 是做矿石生意的吧 就算不做女武神 也不会有生活上的忧虑 反而更自在 为什么还要做女武神呢 当个普通人不好吗 答案很简单呀 因为 我也想回到那个 没有崩坏的时候嘛 只是 过去的事没办法改变 太多人被紧离乡 失去了亲人 都是因为崩坏 自从崩坏降临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继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了 所以我要更努力才行 就像优兰戴尔大人那样 就像素杀大人那样 努力尽快消灭崩坏 争取早点让这里恢复往常的样子 女武神也好 普通人也好 大家都在为同样的目标拼尽全力 我也想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你怎么一直在看我呀 总觉得你出差回来之后 好像和之前不太一样了 那 哪有 好了 起身活动下试试吧 这瓶药膏送给你 记得要一天图一次 可这不是素杀大人给你的 拿着吧 你比我更需要这个 也许以后还能用得上呢 对了 其实怕疼怕鬼是很正常的 毕竟女武神也是人嘛 我认识一个人 她也很怕鬼 但她超级厉害 打起崩坏手来一个人顶十个 是哪个女武神呀 抱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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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 声音 すーさな元気? 声音 感谢观看